我们再来要看到以色列的第二大臣 特拉维夫一个巴士站 周二的时候遭到一辆霍卡冲撞 驾驶还下车拿刀子攻击路边的民众 一名持有武器的以色列平民 当场将歹徒击毙 而事发之后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武装团体宣称犯案 为的是要报复以色列在前一天突袭 由巴勒斯坦控制的捷宁难民营 以色列以扫荡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为由 他们用推土机推倒了难民营的房屋 摧毁爆炸装置和地道 行动也迫使有数千名的难民被迫撤离 以色列第二大臣特拉维夫 周二一辆霍卡突然冲撞巴士站 驾驶随即下车拿刀攻击路边民众 一名持有武器的以色列平民 当场将歹徒击毙 事发后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团体宣称犯案 周三早晨五枚从加萨走廊发射的火箭炮 朝以色列境内袭击 以国军方表示炮弹全数被拦截 哈马斯说这是对以色列突袭西岸 捷宁难民营的报复行动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指控以色列犯下战争罪 以色列以守当巴勒斯坦 圣战组织的恐怖分子为由 三号以无人机空袭约旦河西岸 由巴勒斯坦所控制的捷宁难民营 并派出一千名军力进入难民营 一军用推土机推倒民宅 拓宽难民营的道路 借此摧毁潜藏的爆炸装置 他们也破坏了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所建的地下通道 当地数千难民被迫紧急撤离 中二晚间 以色列宣布结束突袭行动 军车从难民营撤离 总理纳坦雅胡表示 只是结束了阶段性任务 不排除还有更多后续行动 国际援助团体指责以色列 阻挡人道救援进入结顶 还在医院附近发射催泪瓦斯 但以国否认并称已经发给救护车 自由通行证 捷宁难民营位在约旦河西岸的北部 面积不到0.5平方公里 这里的居民大多是1948年 以色列建国后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的后代 2002年以色列遭自杀炸弹攻击 政府立刻展开报复 连续数日空袭捷宁 要消灭藏匿其中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那一次的袭击造成重大伤亡 以色列也遭到国际社会谴责 这一次以色列改用无人机和推土机 碾平巴勒斯坦人的家园 规模更胜2002年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宣布 暂停与以色列交流和安全协商 军方要求自治政府对以色列进行反击 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要求下 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中午召开会议 讨论巴勒斯坦控制区的冲突 TVBS新闻总和报道